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叫杂臭 杂臭的设计 Hash Hash table 杂臭表或这个方式 这应该也是各位资料结构有讨论到的东西 杂臭档案的组存区被 分为许多可定值的位置 这叫bucket bucket又可以分成很多的slub 杂臭演算法可以将这个资料录这个recset 这个recset 指定到 这个bucket 里面 那请说明杂臭演算法常用的 这个厨余法就是一种mode的一个方式 主要步骤是什么 当指定厨子桶发生碰撞而异味的时候可以用 链接的方式来处理 链接有一个叫police 就是一个 合并链接跟什么 deferate chaining 分别链接的 技巧是什么 那 杂臭的方式啊这我们这应该是我们 去这个大概是我写在我的 到底不是资料库而是 记盖的内容里面什么叫杂臭 杂臭下面叫这个叫做 储余法 储余法事实上就一个mode的运算 比如说我有10个 bucket 当我有10个bucket的时候我就是什么mode 10吗 mode 10余数是0到9 0到9是不是有10个数 这个数分别就会指定到不同的储存筒去 那每一个储存筒有可能有多个slot 有可能只有一个slot 看你当初的一个设计如何 如果你放在主记忆体里面 一个储存筒通常就是一个slot 如果你是 放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辅助记忆体的话他就有可能 他是一个sector 或一个page 那个page里面可能就是 就很多个slot 比如说k为5b为4 h5等于5mode 5mode是1 那我就除了在bucket 看懂了 这是一个mode的运算 因为这题是属于概念式的考题 有些题目是 像这样的一个题目 有些题目是什么 就是 那个实际要你去计算 就是那种内容长什么样子的 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当初我的位置发生碰撞而异味的时候 发生碰撞什么意思 碰撞就是 放在同一个bucket 不要忘记有一个bucket可能有很多个slot 对不对 放在同一个bucket的不一定会 那个 那个异味 这个不一定 会不会异味的话是 看你slot数到底够不够 那所以 这边告诉你碰撞解决 碰撞解决事实上就是异味解决 也就是说你 发生碰撞不一定会异味 但是 当发生异味的时候 我两个 资料要放在同一个slot的时候 我该怎么处理 那个就叫做 那个异味解决 知道 那异味解决他说有两个方式 一个叫做open addressing 一个叫做链接 事实上课本 以这一题来讲 他并没有 告诉我们 他没有要考到open addressing 他只考到什么 考到chaining而已 只是我把所有完整的碰撞解决 都把它写出来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你其实以这一题来讲需不需要写到open addressing 不用了 不用了 但是 我把他告诉你说 事实上他有一种方式叫open addressing 下一次不见得只考chaining 下次有可能说 那请问你如果我打错 发生碰撞的时候 我该如何去做处理 所以方式其实有两大类型 一个叫open addressing 所谓的open addressing就是什么 我在找另外一个目前空的位置 可以让我存放资料 比较简单的方式找什么 找下一个位置 对不对 下一个位置 如果现在已经被人家占满了 再什么 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你现在学到什么都是这种方式 对不对 继续往下找 这样去找 那个叫做open addressing opaddress容易有群聚现象 搜寻效能会很差 因为你不知道 下一个的下一个到底会不会买 下一个如果会买 往下一个怎么办 那chaining有两种方式 第1个叫做separated chain 就是记录存额外的意味道 然后跟什么 跟college的chaining 纯织筒为底部开始找第1个可用空间 什么意思 所谓的separating chaining就是每一个bucket 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10个bucket的0到9吗 这个bucket如果已经满了 这个就一个指标指向一个位置让他去填 然后呢9可能也满的一个指标指向另外一个位置也让他去填 分开链接 知道 他什么叫做合在一起的合并链接 合并链接就是这样 合并链接就是他们都指向什么 同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谁来先用 谁就先用 换句话讲 当他满了 的时候 找不到他已经满了 怎么办 都依据共用的地方来找 而且你只能够用 收 这个循序的方式去找 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去找 这个叫做 的一个 那个 签名的方式 那 下面这也是一个实际例子 我觉得 以这题来讲 提示 请说明常用的 因为他要你说明 我觉得 如果 你有 好 只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讲说我到底要怎么去做 签名 左边这个叫分开链接 右边叫什么 右边叫合并链接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做法是怎么做 好 第一个 现金探测 你来看一下 我有10个表 对不对 然后依序存放 28 30 44 23 47 54 17 然后28 莫的死就 80 43 747 没问题 那我就放 我第一个 这个8 8的话我就放在这里 28是放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0 0的话30就放在这里 然后4 44放4 这个位置 然后2323放3这个位置 4747放7 这个位置 这都没有问题 54 54 到底说应该是放44这个位置吗 对不对 可是44这个位置 是已经被人家占满 所以线线探测是什么 往下去找一个 50在这里 50在这里 然后17 照理说应该放在7这个位置 7已经有47了吗 现金探测是往下 往下往8 可是8遇到什么 28也被占了吗 现在也被28给占掉 所以继续往下 所以放在9 17就位置 然后再来 这个都一样 可是什么叫分 开链接 分开链接就是 4他有自己的一个 位置来放 然后呢 7也有自己的意味的空间来放 他懂 好 那所以他就 分开1万 54嘛 然后分 17 这样子 好 然后在 后面 后面你来看一下 44 44的话 他说他从最底层的空间来找 注意 这个 我刚刚应该 应该是讲 没有讲得很仔细的 你来看一下 44这方面是没有问题吗 可是我们真的会分发生碰撞什么 54跟17吗 对不对 如果遇到54的时候怎么办 54其实位置是空出来 已经满了 这个发生意味 发生意味的时候呢 他其实要放什么 从底层开始找 他说从 从底部开始找找到 第1个可用空间 底部开始找 找到第1个可用空间 是不是54 因为 最后的时候就是 44跟什么 跟17 这两个位置 那个54跟17嘛 那54的位置的话 事实上我底层 底层是9 这位置 所以54就把它填进来 那因为他是一个 chaining 一个链接 既然链接的话 我就会多一个栏位 叫索影 索影就 标明多少 标明9 代表什么 44如果跟他发生 碰撞的时候 他是放在9 这个位置 所以我就放在9 来查查看 9是不是可以找到54 对不对 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后面是 那个54 这边有64好了64 那遇到17 17的话应该是多少 17应该是7 应该47的部分 可是47 又碰撞了 是不是又异味了 异味的时候我说什么 从底层开始找 1234 第1个可用空间 6这个位置 所以我就放在这里 17放在这里 然后他什么 索影是不是写6 从底部开始找 这样的一个 异味空间 也就是他的 这边的合并的 意思是什么 就是跟他相同的 储存空间 去找空白的位置来做 不过我有索影 所以我很明确的 可以指定到 对应的位置去 那再来如果是遇到64 64 是不是也是 在这里 会碰撞 对了 碰撞的话 他是什么 他是写9 所以我就跑到9去 跑到9的时候 9是不是有54 这代表也碰撞 也碰撞的话什么 那我就差去去找那因为这里没有索影 没索影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是不是要去找另外一个空间来放 那空间可以哪边可以放 这边有底层开始找 空间空间 是找到应该在这里 64就放在5这个位置 索影这只要放谁 5 了解 这样的一个这个叫做合 并 那个链接的一个方式 然后 然后 感谢观看